球员瞄准球动掌握力道及球会干 2013 TLPGA雾峰传承赛 这两天在雾峰球场开打 主办那位表示 这场比赛跟一般高球赛不同的是 由一名职业女子高球选手 带领着三名青少年选手 以分组比赛的方式 彼此吸取更多比赛经验 希望培养更多优秀的未来之心 实际有比赛经验的老师 带这些青少年的选手来打球 尤其在雾峰球场 这个难度很高的球场 而且他现在设备做得都很好 很有挑战性 对选手来讲 他是一个很好的比赛的机会 这种母鸡带小鸡的方式 让80多位的年轻业余球员 在享受比赛之余 也能跟着职业球员 了解更多正确的打球观念 跟态度 今天跟老师打 觉得我比较认真 我觉得雾峰球场很难 因为比较远 表现的不是很理想 对啊 长杆打的不是很好 很高兴可以跟他们一起打 因为可以学习到 老师是怎么处理球 然后他们的举止跟谈话 这些 对 不只球员在球场上交流切磋 雾峰球场致力营造生态球场的氛围 让球员们能在比赛中享受身心灵放松的感觉 对球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觉得 就是很开心 因为可以欣赏那个风景啊 然后几乎每一栋都会有小动物 像我今天就有看到很大只的老鹰 然后还有很多 昆虫类啊 对 而且其实这球场 很具有挑战性 我觉得印象深刻 而且非常喜欢 拥有丰富的打球环境 让不管是职业球员或是业余小选手打来更有劲 而在企业的大力赞助之下 主办单位也希望能培育更多像曾雅尼般的高球名将 在高球体坛上发光发热 接下来球风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助之后